接下來我們要講2812的Clock跟它的系統控制 首先我們的目標就是說 你能夠詳細的知道這個DSP 它的Clock它的來源 那在技能的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你可以畫出這個DSP晶片它的Clock來源的訊號圖 那在態度部分就是要對DSP的晶片 時脈來源表示興趣 請你積極的發問 好 那在教學大綱的部分 我們主要就是要講震盪器和所向迴路 這兩個東西 震盪器跟所向迴路 好 那首先我們來講到震盪器 這個Oscelator跟所向迴路 那各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片裡面 這圖片裡面就是說 我們DSP晶片是數位的 那數位一定要用到我們的Clock 也就是所謂的時脈 就好像你在這個電腦組裝的時候 組裝的時候你最主要 我們的核心就是 要去選擇一顆Intel的CPU 那你必須要大概要評估一下 你希望這個核心的速度是大概是要多少 因為你可能要想一下說 我的價格 我的這個使用的範圍大概是怎樣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文書處理 那我可能我的時脈速度就不需要很快 那我可能平常在用這個文書處理 那有的時候我可能會用這個 去看一些影片或者是玩一些遊戲 所以呢 所以你挑CPU 你就可以挑比較中階的 比如說像有些CPU 可以做Turple Boost這個功能 Turple Boost這個功能 那就是怎樣 就是它可以讓你類似超頻 讓你超頻 但是呢 超頻的時間一定是沒有辦法太久 所以你可能選擇的CPU 你就要去注意一下 好 那DSP也是一樣 像DSP裡面的這個時脈 它是可以做一些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思考一下說 我今天如果要做一個什麼東西的控制 那我大概要做怎麼樣子的一個速度的控制 比如說 在這個部分呢 DSP並不是做超頻的一個功能 它呢是屬於就是說類似可以調整啦 也就是說 它可以到達最快的 最快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那你可以 所以可能你要想像一下說 我這個產品有可能 以後你可能會比如說 慢慢的 比如說你的韌體會去增加一些新功能 那有可能你的速度就變慢了嘛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順便去調整 它的這個 時脈的這個速度 讓你的這個速度可以大概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有可能像我們現在手機一樣 手機不是這個Android系統 它都一直在更新 那如果你舊的手機它本來是2.6好了 結果你升到4.1左右 那開始它就頓掉了 OK 那所以這個就是代表 它裡面的這個晶片是沒有辦法調整速度 它最快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 如果你當初你在晶片在設計在想 就是在做的時候 你就先挑 先挑那種速度可以調整的 那你預計留一些range 給以後你升級韌體的時候用 那這個時候 這個 就比較有彈性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DSP 它裡面的時脈的來源 從這個圖形 我們可以大概先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clock 這一個呢 就是外部的30M的一個晶體震盪器 F2812 我們所用到的晶體震盪器就是30M 可是呢 我們裡面核心在跑的速度 是150M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中間會有這個差異 那我們裡面就會有一些說明 好 那首先來講一個叫做所向回路 所向回路 那這個所向回路呢 它呢 是一個 一個類似我們在自動控制裡面 有介紹的就是一個回收系統 一個回收系統 那這個回收系統呢 就是怎樣 它會有一個參考輸入 那它的參考輸入是一個頻率 是一個頻率 好 那 這一個 所向回路呢 它就是 為了要把 你的 輸出的頻率 變成 參考的頻率 去做一個 類似穩定的動作 就像我們的穩壓器一樣 它是在穩頻率的東西 穩壓器就是穩電壓嘛 那這個所向回路呢 它就是在穩頻率 也就是 它呢 會把頻率 鎖定在參考的這個輸入 好 那麼呢 這個電路在數位通訊系統 使用會比較廣泛 然後呢 它呢 必須要透過軟體來做設定 那麼就可以提高你系統的靈活度 也就是說 你的這個系統 可快 可慢 你可以調整 遇到 快速的這個需求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調快 那遇到 不需要那麼快的 你就可以把它調慢 那調慢你就可以省一些 這個能源消耗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所向電路的這個圖示 好 首先 各位你可以看到 最左邊的就是一個 參考輸入訊號 reference signal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參考訊號 必須要跟 你的外部的這個訊號回收 來做一個比較 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呢 它透過電路的這個 設計方式 來做 它的face 就是它的角度 它的相位 相位來做一個偵測 然後呢 經過一個 濾波器 最後呢 再經過一個 同步的 這個 Oscillator 就是震盪器 同步的震盪器之後 會得到我們所想要的 這個同步的訊號 這個是所向回路的 一個流程圖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手向回路 基本就是三個電路來構成的 剛才講到的 face detector loop filter 還有呢 這個VCO Voltage control oscillator 好 那我剛才講到 相位 你要偵測這個相位 對 因為相位這個東西 比較不像是電壓的概念 所以呢 你必須要用 積分的 也就是對角度做積分 所以呢 那相位就是頻率 對你的時間來做積分 積出那個角度的大小值 好 那麼當你的回路鎖定的時候 那麼 這個所向回路啊 就會產生一個相對於輸入 是一個小相位誤差 但是呢 頻率會是相同的 好 那麼 這個手向回路啊 就會把 它的這個相位偵測器啊 所得到的這個結果 經由這個回路濾波器啊 去轉換成一個 電壓形式的訊號 來給後面的這個 Voltage control oscillator 也就是說 它的頻率跟電壓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 它產生了一個 類似電壓的誤差信號 那這個電壓的誤差信號 送給這個VCO 來讓它產生一個頻率的補償 那最後 你就會得到這個 你所想要的頻率 OK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DSP啊 有一個這個角位啊 就是 XCLIN 也就是 External Clock In 然後呢 它送到CPU的這個 時鐘訊號 ClockIn 之間的關係 那各位啊 這個就是 在我們前面的這個圖形裡面 有帶到的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這裡呢 就是 XCLIN 也就是外部的 外部的頻率輸入 然後呢 我們真正啊 CPU裡面 在使用的頻率呢 是這個ClockIn OK 從這個圖形你可以看出來 它之間的關係 它經過了中間的這些電路 那會有什麼關係呢 好 請你看 第一個 當我的所向回路啊 有三種模式 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 叫做禁止模式 Disable Disable 那這個角位 XClockIn External的ClockIn 這個角位呢 就是 直接 直接 下去做驅動 也就是說 請你看了 也就是說 我的 所向回路完全不動作 所以呢 你的CPU的時脈 直接就是從你外部的 這個訊號進來 像我們剛才外部的訊號 是幾MHz 30MHz 所以這個時候 你的CPU核心的速度 就是30MHz OK 好 好 那 第二種模式呢 叫Bypass Bypass呢 就是 就是直接通過 直接通過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時候 你的Clock 你的CPU的Clock 會變成什麼 1 2分之1的外部輸入 1 2分之1的外部輸入 那 這邊的說明呢 配合剛剛的圖形 也就是說 這個角位 PL Disable 為高電位的時候 High High High就是代表 P 就是我們的所向回路 是 On的意思 就是智能 Enable OK 好 那 這個時候呢 這個PL的 設置呢 是 為0 那麼 PL 這個所向回路 它呢 就是被旁路掉了 好 所以呢 從 從 這個外部的輸入 變成 變成 內部的 clock in 的時候呢 它是被除以2 它的設定是被除以2 好第三種呢 就是智能 那 這個所向回路智能之後 它的一些變化就會比較多了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智能之後 它的這個輸入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就變成什麼 2分之1的 這個 外部的輸入頻率乘上一個N 乘上一個N 這個N呢 是可以被設定的 這個N是可以被設定的 所以 你要去查一下 它 可以設定到多少 N的範圍可以到多少 所以呢 最後出來的頻率 clock in 到CPU 就是 N乘上30Mate 再除以2 OK 那這一個說明呢 可以 從這個圖片裡面 可以從這個圖片裡面 看出設定 好 那這一個部分的投影片呢 我們就 講到這邊 那各位呢 你回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 這個DSP晶片 他的 時脈的來源 以及 他能夠做的變化 有哪些 那我們這個單元到這個部分 有哪些地方 對 這個上次